哈喽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欢迎来到清清菜菜小书房 哈喽各位同学 今天是2月23号 我们收成了这个2023年的1月4号的红冲头 那其实收成起来只有这一些 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它在10天前 也就是大概是2月10号左右 就应该要收成了 可是我因为忙 就放着放着 最后就很多都坏掉了 就干枯掉了 所以最后只收成了这一些 那我今天想来煮面 就是煮这个叫做烫面条 烫这个台南的意面 然后再来把它直接这个拌红冲头 所以我需要的红冲头量都会多一点 因此呢我想要也连这一盆 也把它一起给采收了 那这一盆呢 其实也是1月4号种下去的 不过差别就是说 它是用中型的洋葱来种的 我们屏东的白洋葱 然后是中型的那种大小来种的 那长的情况呢 也还不错 因为里面总共有4根 那我觉得这4根这样子 这个把它采收下来 应当是可以来做这个红冲头 拌面 好就这样子准备开始咯 好我们开始剪这个大根 首先我们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你在这个要剪之前 你道具一定要把它消毒过 不然你也一定要把它洗干净 哇好大一根哦 好开心 给镜头看一下 真的很大一根 而且真的蛮粗的 我今天因为要做红冲头拌面 所以一定是需要量比较多 才要来剪 但其实我觉得这几个 其实还是可以再留 到就是起码5天后再采收 都是可以的 可是我今天想要来拌面 所以就提早来采收咯 哇好快哦 好快就采完了 这是我们今天采收的 所有的红冲头 这个分量已经足够 我们今天来做红冲头拌面咯 Nat游达 也有什么原因 我来不想让我们猜就要 先看你的 我今天想要可以 地转软 这样坐在这里 最后就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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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说到这里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精神锁定重要研究院 拜拜